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今天下午來聽這個題目 我的題目是使用Java 打造一個Material Design的網頁前端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馮彥勇 我曾經創過三個公司 Kubi Game Guy 跟 Real Mobile 我之前做過主要是做像是 Gelkin Ranky遊戲 然後還有一些金融服務 做得比較雜 不過大部分我們都是用Java 在做這些服務的 我自己覺得比較擅長大概 就是做Server官的Java跟Android程式 那 我有準備一些demo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想要真的要用GW7的話 你可以上Github下載這個程式 下面是我的Facebook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你來問我 不一定可以完全解答 不過我猜 我也許可以給你一些方向 下面是我的Blog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看 Temple.tw 那我跟幾個朋友 引用一個叫產品開發週報 專門在討論 比較不是程式方面 是在談產品設計 主要是像一些網路服務的設計 該注意的事情 怎麼跨user 這類的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訂閱一下 好 那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那 這個演講主要在介紹GW7 那我想先介紹一下它的 為什麼要用它 它的優缺點 然後接下來 我再帶大家 先做一個簡單的GWT App看看 然後 過來 進入主題是 我想要介紹一個 Opensource Project 叫GWT Material GWT Material 就是 把Material Design 的元件做好 讓GWT使用 那 介紹這個Framework以後 我們 我再介紹一下 怎麼樣 做像是 Kine Server溝通 然後接下來就是 怎麼套一些像MVP的Framework 讓你的開發更模組化 好 為什麼要用GWT 那 基本上 我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之前大概都做Android程式 大概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比較熟Android開發 我突然 想要做一些網頁程式 需求 所以 我想要開發一些內部用的系統 我要做一個 像是 分析網站 所以我就想說 OK 我要研究一下現在怎麼 怎麼做這個登錄啊 圖表啊 資料輸入這樣的網站 然後我就開始 因為 JavaScript React 所以 JavaScript 我已經一段年紀了 所以當然用過JavaScript 只是 從來沒有很認真的用它過 所以我就想 我要認真學一下 這有一個文章啊 就是 大家也許有看過 2016年學JavaScript 是一個怎麼樣的體驗 那 真的你現在 如果你之前都沒有一直追技術 你現在來學JavaScript 就會像那個文章寫的 你大概會預告 三十種不同的 framework 也不曉得 他們皮質到底怎麼靠在一起 那 基本上 我還是想覺得說 你知道有點不符老 我算老了 但是我不能說我自己老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學這些技術 可是 還會覺得很困難 所以到一半還是就放棄 我可以設定好Webpack 但是很多事情我不了解 然後另外就是 可能自己會覺得說 我真的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學這些變動很快的技術嗎 在我剛開始用Java不久的時候 就是大概2000年的時候 也是Java有一段時間 也是變動很快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個MVC framework 大概有三十個給你選 你也不知道該用哪一個 每一個都有很多bug 然後你就很困擾這樣 我想現在JavaScript 也是在這個狀態 所以 你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等它沉澱下來 再使用會比較好 所以接下來我就考慮 要不要用這個Coglin 很多Android開發者建議用這個語言 因為它比Java好 可能都 然後 我也想要 我Android上 我剛剛用Java開發很習慣了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換 不過我就想說 那我會不會是JavaScript可以來試這個 不過 因為他們把重心都放在Android上 所以JavaScript開發 就是Coglin translate到JavaScript的部分 他們就延緩 所以這條路可能也行不了通 所以我就 後來就回到GWT 然後實際用以後 因為新 我剛才在五六年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做遊戲網站的時候 用很多GWT 所以其實 有很多好處 但是很多缺點 缺點蓋過它的好處 所以我們之後就再不用 不過現在 就是幾年以後再用的話 發現它的開發其實 現在還做得還不錯 所以 基本上這演講就是 這是我為什麼會 後來又重新再用GWT 然後 然後 再使用GWT這樣 然後 另外一方面也是 我覺得它跟Android開發很像 我不曉得是 所有Java程式開發 最終就會變這樣還是怎樣 但是 跟Android開發很像 所以我覺得我很容易 上手 因為我比較熟悉Android開發很久 OK 好 所以這次前言 那我就直接來介紹一下GWT 這是它的Project網站 GWT 基本上是Google Web Toolkit 一開始是2006年 很久很久 十年前 Google開發的 然後他們大概在幾年前 跑到Open Source 那 基本上不念GWT 他說要念GWIT 那 不過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要念GWIT 結果就叫GWIT 好 然後現在是2.7版 支援Java7 所以代表爛打這些不能用 然後 不過2.8其實已經 快要推出了 如果這演講在兩三月之後 大概我就會用2.8 不過 現在2.8還是 只是release candidate 那2.8就有支援 像是爛打這些事情 好 然後 GWIT 最主要做什麼 就是它可以編譯 你的Java程式 變成Javascript 就這個事情 那 但是基本上它不只單純Java而已 它 其中 當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還會用到一些XML 一些CSS 一些Image 它全部都會想辦法幫你 打包成 如果可以變Javascript 就算Image 它也變成Javascript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 package很多Javascript 你只要Deploy這些Javascript 到Server就好了 這其實跟Android很像 Android也是 你有很多resource 不只交到程式 它會幫你打包起來 變成一個APK 然後 有可能也會根據不同的情況 像是不同的CPU 包裝成不同的APK 那 GWIT基本上做的是類似的事情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差距就是 GWIT不支援JDK 的class 不支援的比支援的多 所以這代表 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你要小心有些class 有些JDK的class 是不支援的 好 那這之後再講 然後 第二部分 GWIT 它提供一個Widget Library 就是讓你可以用 元件的方式 建立你的網頁 其實這也是跟Android很像 Android有很多UI component 然後 然後很多Layout 類似的事情 它也有提供 就是開Server的溝通 它有自己的GWIT 它也有 你可以用一些REST的方式溝通 我們之後會講 然後 它有一個開發流程 就是你不用每次都重新compile 它可以 你只要不管有改什麼 它會立刻反映在Console上 所以開發流程也比較快 然後你同時也可以用 你平常用的JavaTool 像是JUnit Mokito 這些Unicast工具 或是其他的 所以開發起來其實還蠻方便 然後 如果你真的要寫JavaScript 它也有提供一些方式 可以把一個Java物件 變成JavaScript可以呼叫 把JavaScript 變成Java物件可以呼叫 做一些整合 好 這是基本上一個圖 介紹一下GWIT的編輯 所以左邊是JavaScript code 中間它會幫你做一些codegen 把不同的格式的資料 變成Java 然後再過來 再根據瀏覽器的特性 產生不同的JavaScript 最後會做出很多的JavaScript出來 這個也跟Android很類似 好 所以 如果你現在要用GWIT的話 我覺得 個人覺得它的優點是 最大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用你原本的IDE 那 我用IDEA 所以我會覺得 這是最大的好處 就是我可以用 平常開發Java方式 在Server跟Client 那 我一些常用Library 基本上 有都找到 可以支援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用處 那 跨游覽器支援 我覺得這個事情現在還好 以前是還蠻難的 然後 第三個是 如果你有做一些比較 像你現在 其實你現在隨便做一個應用 你大概都會做一個 Web端 有可能就會開發手機端 像 GWT也是一個方式 你可以做一套程式 你用Java做一套程式 它是 就像 也許是 處理資料的部分 它可以讓你 Potable-Android上可以用 或者是 甚至 Objective-C Java可以在Compile成Objective-C 用 Objective-C 用另外的方式 Google Inbox 他們說他們就用這個方式 Google Inbox 其實是用 GWIT做的 那 他們 要Share 他說他們有一些 我剛才不知道實際什麼東西 不過我猜想就是 有一些Data Model 有一些Business Logic 他可以先用Java寫好 然後所有人都用同一份 然後他想辦法 他可以用 GWIT 在網頁上就是用 GWIT 在Android上 直接可以用Java 然後在 他們還有提到 他們另外再想辦法 把它Compile成Objective-C 不過他們基本上 就可以讓 所有的Business Logic 維持在同一個地方 OK 好 那Chicken Chicken 第一個Chicken 就是JavaScript 你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不會覺得它慢 可是你實際上 要產生出 Projective-Code的時候 它超級慢 我之前做遊戲的網站 我記得我們Compile玩 大概就要十分鐘 我們大概寫了 因為寫了蠻多程式的 大概可能有 可能有十個不同的功能 每個十個module 那Compile的結果就叫十分鐘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五到十分鐘 所以Projective的時候 Compile有點慢 然後第二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它的文件很老舊 文件老舊就是說 因為它已經是十年的Project 所以基本上它推薦你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它推薦你的方式 可能是 就是你看它的網站 好多文件 但是文件很多都是 舊的做法 舊的做法 舊的做法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 還會推薦你用GV RPC 可是我覺得這現在 大家都是用做 JSON的RACE RPI的時候 RPC的時候 所以 不讓它試用 所以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正要用的話 可能要 比較有自信 你可以 看一些程式 或者是 看別人寫的程式 去推敲怎麼用 是最好的 第三個問題是 大根的Java Library不能用 因為JDK的Class 不是所有的都支援 不過我個人覺得 其實我常用的Class 好像都有人做成 G-Darki版本 所以好像還好 最後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之前有講的就是 為什麼會用GV 是因為我想要做一個 內部的網站 我想要做一個資料分析的網站 但是 我猜如果你想要做一個 比較像是 你希望首頁是一個 你想要做一個 產品的首頁 但它的首頁是一個VIGIO 你需要滑控的時候 會有多層 就是會有那種捲控效果 比較複雜 然後會有東西飛來飛去的話 我覺得這就不適合GV GV最主要還是 幫你做這些 原件式的 有點像我要做一個Fone 我要做一個輸入框 我幫你 把它很容易的 讓它做的 不需要太多設計 可是 做的還蠻好看的這樣子 所以 套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如果真的要 就是 設計給你的板 然後你希望 上面Jarscript 你希望寫一些加速 控制某些細微的東西 那些Jarscript 是G-Wid產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最好是整面都是G-Wid 然後它是一個 同一個風格 不能太 不能太 就是太 太複雜的設計 好 大概這樣 前面有介紹 我們 進一個 G-Wid App 比較有趣一點 好 我先做一個好 Word 很簡單 不過我想 先走過這個 所有設定 這就像Android 我想也許 他夫人都接觸過 Android層次設計 所以你還是有很多 有一些設定檔要做 不過 還是先走過這些設定檔 讓大家比較有概念說 G-Wid怎麼運作 所以 通常你會有一個設定檔 就像Android Manifest一樣 所以G-Wid有 G-Wid.xml 就是 右邊這個HallowWord 搭G-Wid.xml 那這個是來控制 G-Wid這個module 你可以設定它 一些特性 或者是它要 import 哪一個library 那 過來你會有一個 HKML file HKML file 一個HKML檔案 不管是測試用 還是正式用 你需要有一個 Page去host Javascript 這是一定的 然後過來你可能會有一個 我用G-Wid.xml 所以你會有一個G-Wid.xml 所以你會有一個G-Wid.xml 的build file 去build這個G-Wid.xml 這是設定檔部分 然後過來Java程式 你需要 implement一個entry point interface 就像Java的man一樣 是程式的進入點 OK 所以我先從build script開始 所以 如果用Android的人 可能就蠻熟悉這個 所以 你用一個pluging 叫pumami 所以這是一個 G-Wid.xml open source的pluging 所以它會幫你compile G-Wid的程式 所以你在上面 import這個東西 然後 跟平常一樣 你要 import 你要放一些dependencies 進來 最少你要放G-Wid user 就是 G-Wid user 就是標準library 然後 include進來 你也可以include自己的library 就像平常用Gradle一樣 然後最後 你要給一個module的位置 你可以給一個或多個 module 一個g-Wid module 就是 要搭配一個設定檔 然後 你可以有 很多的java檔案 java元件 或怎麼樣 不過這個設定檔就是 它會產生 一群javascript 以一個javascript 的代表 所以這是一個單位 所以 你要考 如果你做得比較複雜的話 你就要考慮 你需要一個module 還是多個module 不過總之 在這裡我們都只看一個module 所以你要寫好這個module的位置 OK 然後 一個module就有一個設定檔 這是幾乎一個設定檔 基本上它 也像enjoymanifest一樣 你要告訴它 你要input哪一個project 前面規格會有input 一個檔案 那是java檔 然後 在java裡面還要再設定一次 它會告訴 因為它需要知道 這個java檔裡面的 基位的module的設定檔在哪裡 所以你要再input一次 最少要有這個gw.user.user 好 然後 你也可以input 像其他的library 像這樣 然後最後 你要指定一個entry point 就是你的man在哪裡 好 然後 接下來 你需要一個java 你需要一個HKML的檔 去host這個javascript 好 那 如果你要hitch的話 你就需要 上面有一些hitch這個 這些script 就是 你需要一個iflame 不過其實 基本上我都copy這個檔案而已 這是一個標準的gw的檔案 然後 主要是紅線那部分 你需要指定 你的 最後compile出來的java script在哪裡 所以 在這裡就是這個 前面是我拍的 keyw.temple.gw 好 好 好 然後 你include進來以後 他過來 只要他弄完這個java script 他就會開始運作 我想其實跟 這跟re-air蠻像的 好 然後 過來看java的部分 好 第一個是entry point 那 所有的gw.user 就是要implement一個entry point 就像這樣子 他其實就像man一樣 所以 module load的時候 他就會被執行 好 那 執行以後 我們要做什麼事 其實 我們過來就是要 做很多gw的widget 右邊是一些widget 然後我們就是 可能像我們可以放一個title 放一個輸入bar 放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過來就是 我們自己可以 就是有點像 我就可以運用他的原件 去產生我要的網頁 好 那 這個其實 可以看他有一個例子 很多 他有做很多default元件 不過我現在其實都已經很少在用 因為他們都很不好看 這大概是十年前的設計 所以就是 很麻煩 其實你要改他的型 改他的style很困難 不過他有提供這麼多這些元件 所以我們先照就好 然後 我在這裡我就直接用一個元件 就是label label就像一個div一樣 他可以放一串文字 所以我就直接可以new這個label 然後放進去 所以 最後 然後 我除了可以放一個的話 其實這是另外 這是一個範例是 我如果 你可以做 拿 就像一個panel 就是像一個label 或是像一個container 你可以new一個container 然後放很多不同的元件進去 在這裡其實你就可以放 他先放一個文字 然後再放一個input box 然後再放一個按鈕 所以經由這樣 我就可以建構我自己要的JavaScript網頁 然後他全部都是用Java元件來組成的 好 然後你也可以做自己的widget 他有一個 或者是 App Check Cut是要compulsive 然後跟剛才一樣 你可以做一些 layout 不管是你怎麼 或者是你自己設計 他要怎麼背畫 或者是裡面有JavaScript 都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元件 所以你做的程式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元件 去把它勾起來 好 好 然後 最後 好 GV有一個是rootpanel rootpanel 就是網頁的body 所以你如果 你呼叫rootpanel get 然後add 你就可以把你剛才自己做的元件 放進去 好 然後 網頁 roll完以後 這元件就會顯示在網頁上 好 好 然後 這個是build 所以 基本上剛才做完以後 你只要打那個grego GV DEV 他就會開始build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結果這樣子 OK 好 那這裡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剛才講了很多 這個設定檔 好 所以 我們先看一下 一些就是 我們先從GV的設定檔開始 所以這是我剛才講的 所以 每個module都應該要一個這個 所以 然後最下面是entry point 好 是 程式的進入的地方 然後 這時候我們 程式的進入的地方 其實做個事情很簡單 他就是 在rootpanel裡面加一個hellowwall 好 加一個label是hellowwall 好 那 這樣子 然後 grego 跟htm有當 我們就先跳過不看 好 所以 我可以呼叫這個 GV dev 然後 就是grego指令 然後他就會開始compile這個project 然後過來 你就可以直接從網頁存取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才做的 就是我們剛才做的 這個簡單的小程式 所以他會顯示一個好的wall 好 那 基本上GV 我覺得開發很方便就是 他們現在已經很成熟 以前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 你可以打 隨便打一些事情 像是 jc com 總招好帥這樣子 然後 你只要refresh這個網頁 他就會重新再compile一次 基本上是compile變動的部分 所以很快 好 所以 所以 如果你想要 做一個什麼新的panel 然後把它 加進來 然後 指令 你知道 我就等於做一個container把它加進來 我就可以加很多個 或者什麼 所以我可以邊開發 邊看我的結果這樣 所以還蠻方便的 OK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部分 就是 第一個 如果你現在要用GV 對吧 就是很快想講一下 這些設定檔 這些關係 好 那 當你做完以後 你想要deploy 另外一個規構指令 GV compile 他就會幫你做出 像這樣的檔案 這個 在那個 你的build 的output 目錄裡面 就會有一個 pumami 然後它在out裡面 會 根據你的package 根據你的model的名字 就會有個目錄 這下面全部都是 GV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 點cache 就是這個檔案是可以cache住的 所以 我通常最後會把它上傳到S3 我會寫下一個command line 把它上傳到S3 所以這些cache 我就會下 就是下一個cache header 讓它可以cache很久 只有一個檔案不能cache 就是最下面的no cache 那個我就會讓它 cache 就是no cache 所以每次只要include下面那個no cache 它就會自己去找到它需要的javascript 然後想辦法呈現這個網頁的結果 好 所以剛才是這樣 好 那這是第一部分 然後過來我想要就介紹一下這個gwp material 也是一樣有個範例 我們想要為jc.com做一個更物網頁 就是用這個原件都 好 那先我想也許蠻多人知道material design material design是Google的新的一個 design language 大概兩年前發表的 material最主要就是它希望透過光影 然後光影平面跟移動 來建構不同的視覺效果 讓你可以在 就是你只要靠這些光影跟移動 跟平面 然後讓使用者 你就可以傳達足夠的資料 資訊給使用者 使用者也會覺得 這個設計很容易了解 所以Google花很多精神 它用material design網頁 然後它介紹很多pattern 所以做material design 跟其他東西很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它比較像一個 它的制式的規格 就是為什麼Gmail啊這些 Google做的app其實都長得蠻像的 那這個好處就是 大家都知道怎麼用 然後另外好處就是 你其實不需要怎麼研究 怎麼樣讓它變好看 它其實看起來就很不錯 那 Gwe material是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它 就是想在Gwe上做這種material的效果 那 這是它的keyhub網址 下面是它的demo 下面是它的demo 這也是他們的網站 那最主要這是一個UI的原件庫 所以其實它有提供超級多的 普通多的UI原件 好那 那像是For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都還蠻 我覺得還蠻現代的感覺 這個UI原件 然後Fab按鈕 就是右下角這個 這個常常在手機上可以看到 像是 navigation bar 這是Android標準的這種 navigation bar這樣 好像沒用 好類似像這樣 所以它有 它有這些原件跟一些 Aon跟一些Style的方式 它也有create系統 自己的create系統 所以還蠻方便讓你也可以要的東西的 好然後現在是1.6.2版 OK 所以如果我要用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在build 它規格裡面放上面這些 我要把這個library include進來 然後在gwin裡面要記得引用 好那我就可以用它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UI Builder UI Binder UI Binder 這個我剛才沒講 UI Binder是一個GWi的方式 它 它是一個UI設計方式 它是用一個XML 剛做 你的template 然後想辦法把原件bind在上面 好 那其實這跟Android很像 就是Android有個要很像 好那 看一個範例其實就是 你其實你設計 我剛才是用 在上一個範例 我直接 就直接mule一些UI原件 放在網頁上 你可以這樣做 可是 剛剛這個網頁複雜一點的時候 其實還蠻麻煩的 你不太能夠 了解他們實際上的相對關係 所以 用這個UI Binder 好處 就是 有時候你比較了解 有時候 當你複雜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也很難懂 不過 有時候你比較了解 你的原件相對關係 然後有可能 也許可以給設計師改 不過通常這個 改回來的結果 應該也是 你可能要重新再改一次這樣 不過 這個UI Binder最主要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 XML的介面 然後你可以看裡面可以放一些 HKML的原件 然後也可以放 就是 這個就是 Material Textbox 就是 GWin Material的原件 你可以交互插 交互運用這樣子 你也可以同時間 設定一個 Style 就是你可以設 CSS 它也可以 會幫你直接 Compile 到你設定的原件裡面 就只要把這個 Style Name add 進去 你可以用任意的名字 它實際上輸出 JavaScript 的時候 它會自己幫你做出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所以你不用甘心重複 好 那 有一個 XML 以後 你需要一個 Java Class 來搭配它 所以 這個大概是這樣 有一個 Class Discan Composite 然後 過來 你要 建 Create這個 UI Binder 然後 UI Binder之後 你只要在 然後過來 之前 網頁上的 就是 GW的原件 只要在這裡宣告 不然你就可以使用 它自動會把它兩個連在一起 好 然後 接下來你只要 Initialize 它就好了 OK 好 所以 下面這個例子就是 Login這個按鈕被按的時候 你就可以寫這 UI Handle 你寫一個 annotation 然後 它自己會想辦法去 bind 這個 login 按鈕真的被按的時候 要呼叫下面的 method 你這時候 在這個 method 你也可以去取用其他的資訊 就像這樣子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有了這個 UI Binder以後 Makurial Makurial 我剛才看那個網站 其實 它就提供了下面 你可以看它有一堆 就像這是 Button Button 用法 就在下面 我就把Copy這個到SML 就有這個Button 所以還蠻容易 就看著它這個 GWin Material網站 你就可以做出類似的 效果的網頁這樣 這是 Form 然後這是 Card Card 可以特別看一下 Card 是Material 比上一個重點 就是你可以做出這樣的 像 Google App 其實現在都是一張卡 一張卡 所以就是做這個效果 好 那 這些 比較 找一個比較正常的朋友 好 像這樣的卡 你其實只要照下面這樣做 或者是 它這裡有很多範例 像這個比較複雜的卡 你就可以照下面這樣做 好 這個太複雜了 好 這個比較正常一點這樣 就大概是這樣 你的Copy到你的網頁上 你可以先看一次結果 你再慢慢改 然後把其中一些東西 你要換掉 然後要重新編 重新修改 就改好就好 OK 所以 我們來看一個 DEMO 我先把這個DEMO 先Run起來 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要做一個JC 看我們的登錄 好 這個鬼狗時間還是要等一下 好 所以 這個總超好帥 所以 我們不要是要做這個 登錄網頁 好 就是 現在看到這樣 好 那 看起來其實 我不曉得 我就覺得 有點複雜 對一個工程師 我不曉得 對我可能覺得 好像有點麻煩 不過 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 其實還蠻容易的 好 所以 一樣我們有這個 程式的進入 entry point 好 然後 你看這裡我做一個 自己的元件 叫 login view 好 我們先看它的 XML感 好 所以 你可以看我有設一些 style 然後 好 這個就是 實際上的根物 這個對話盒 這個就是實際上的根物的這個對話盒 那 這裡有很多就是material 它是 roll跟column 跟這個gree 最主要就是做這個gree系統 gree系統就是 我希望它那個 根物盒左右兩邊會有 留白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 然後 我做一個panel 就是實際上根物的地方 然後 我可以 就是 像我給一個開口 輸入 郵件信箱跟密碼 然後 下面 最後再加一個按鈕 所以 你們很容易可以 就 我不是什麼設計師 不過我就這樣勾一勾 我就可以 多出一個還可以堪用的網頁這樣 然後 這樣我就可以打一些東西 然後 它就會有一些反應這樣 它都會比較 就是比較動態 看起來比較好 好 然後我們再看看 login view login view 就是 實際上我只有 兩個輸入框跟按鈕 所以 我只要 bind這三個元件 到這個 Java程式 所以它會比較乾淨 好 然後 click的時候 我就會讓它 說 就是讓它顯示 就是 左下角 或右上角 會冒出一個 像提示一樣的東西 好 那 這個時候其實我也可以 access 像是 email這個 這個輸入框 然後我也可以 sx 抓到它的 咦 開始幾 然後 抓到它的email 然後 我也可以說 所以就是 什麼email更誤成功 這樣子 用formate 看起來比較帥 好 結果就fail了 好 不能用formate 好 這個 formate 就是我剛才講 JDK 不支援的 的 function 因為Java Swift 的 regular session 不太一樣 不過 我就常常會 中這個事情 我常常會忘掉 好 所以 所以這樣就會有tempo登錄成功 這樣 不過我只要 想就是你可以 隨時就是 我覺得好處就像 有點像 android 現在可以啊 以前也不行 不過就是你可以隨時看 隨時看 隨時看 所以說事情蠻棒的 很多人喜歡JavaScript 所以說JavaScript比較方便 也是因為這個 不過其實你用Java 也是有辦法達到 就像以前 用的像 Terracotta 或什麼東西 在 server 端 OK 所以這次介紹 Material Design 所以你就可以兜這個網頁 好 那 接下來再看 所以 那個 所以 其實 這個是大部分 就是我要講的 JavaScript 剩下來講的就是 開些其他功能 好 再下來 最常用我覺得 呼叫 像是red service 或是其他 service 那這裡我是 學一個 那個 教人家怎麼寫react 做個翻譯 所以 如果你會用react 你可以 或是你想學react 所以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兩邊的做法有什麼不同 所以 我想要做一個 網頁 去 query 那個 Github的 user 的基本資料 類似像這樣 好 那 GWIT 它基本上提供的GWRPC 我前面有講 它其實不大好用 因為它 我覺得它就是 十年前的方式 所以不大 合理 好 現在大家都用JSON API 所以 另外一個project open source project REST GWIT 它 基本上讓你很容易也可以呼叫一個 REST API 那 它用 Jackson Jackson 我不曉得大家是不是常用 不過我用很多Jackson 在 Android 或是Service 所以 它用Jackson來做JSON 跟Java轉換 所以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這些Jackson 的notation 讓你很容易可以重新format 你的Java class 然後 或者是 它怎麼樣轉到這個JSON OK 所以 這是 如果要用這個 Rescue 的話 你要 import東西 然後 好 我目標是 我想要去Github 去 query 這個user 所以 Github它的API 它是 你只要寫users 給usernet 它就會回一個JSON 向下面這樣 OK 好 所以 一開始 我如果要做這個事情 我先 要initialize rescue 所以 這是 它 一開始要加上 我現在的API 我要呼叫API 的路在哪裡 這裡就是github.com 然後 過來 我要為這個 service 做一個 interface 這個其實跟 Retrofit 很像 都同樣類似的方式 所以 一樣 你定義一個interface 然後你給它 像是 它是一個GAT服務 然後它的Path 就是 它是User 斜線 User User UserName 然後我們Java程式 要給它一個UserName 它會放在Path 這個地方 就是PathParameter 它也有QueryParameter 讓你做 Query 編訊 OK 最後它會有個Master Callback Callback 會有一個Java Class 這時候就是JSON 跟Java的轉換 所以它用Jackson 所以你可以 這個Location都是Jackson的 所以你可以重新 Format你的Data 然後 OK 好 然後實際上呼叫的話 你就用GV Create Create一個這個Github API Service 然後你就呼叫它的Message 就好 OK 它有Callback 這就是 我想這跟Enjoy很像 不過 你用這個rescue 你就可以達到這個功能 這樣 好 所以 我有一個範例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學那個 react 我剛剛可以比較一下 我沒有不喜歡react 就是剛剛可以比較一下 兩邊做法 有什麼不同 那 好 所以 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網頁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我可以打一個 就給它一個 Github username 它就會給你 它的一些基本資料 這樣 或是打我 類似像這樣 好 那 我們看一下程式 好 我剛才講的 這就是 最主要就是react 它最主要就是 扣過這個interface 定義一個react的服務 react的json服務 就是定義好一個interface 過來你就可以 直接呼叫 所以就是剛才看到的interface 然後 Github widget 這就是我實際呼叫的地方 好 那 這個網頁上有比較多元件 所以 我要更新的地方比較多 我們趕快再看一下什麼 不過我就可以把它列在這裡 就是 實際上的g-week的元件 然後 我呼叫了這個service的user 他回來 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就把這個結果 一直assign到這些fills裡面 它就是這個結果這樣 好 那 大概這樣 所以 好 最後 最後 這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例子 好 做一個比較複雜的 想要做一個複雜的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react 它的範例 好 就是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我沒有說它做不好 就是大家可以比較 兩邊方式的路口 好 不過我就學它做一個 天氣 預報的 天氣 就是看天氣報告的網站 預報的網站 OK 最早 然後這個範例主要是想要介紹 MVP framework 大家其實都很熟 MVP 中間加一個presentation 讓你的程式 不要 business logic 跟view 混在一起 所以 大家都很熟 那幾位也有這種 這樣 framework 所以 如果要做大型的程式 你也應該要用 那我用這個 GWTP 它叫 GOOTIP GOOTIP 你不要問我這個怎麼發音 就是像外國人不懂破音字一樣 我也不懂外國人 為什麼 每一個GW開口都不一樣 再叫 GOOTIP 不過 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個 MVP framework 然後 它用 Juice Juice的 GW版本 就是Google Gene 就是一個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Library 所以讓你 比較容易做Dependency Injection 這跟你在Java Server一樣 程式寫假比較方便 過來 它支援很多東西 我覺得一個比較不錯的是 它 有支援 就是像怎麼樣 可以做一個Injects 給Google 很多人不用 不管 其實也不是GW的問題 不用ReApp 的問題是你不知道 怎麼樣 可以做SEO 這件事 雖然SEO現在效果 不一定 有以前這麼好 不過 這也是一個解法 最少現在Google 它是可以 你可以看Google 到底看到你的網頁什麼 透過支援這些 就是你Follow它的規格 好 那 這個 GW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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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如果你要做的話 其實它 就是做好一些Base Class 你可以Escan 你就有Presenter 跟View 就是Presenter 你要Escan 這個Presenter 那 主要就是 其實剛才像這樣 然後你需要一個View的Interface 就是Presenter 怎麼跟View溝通 在這裡 我們 我做一個Message 叫Unweather Unweather是去呼叫一個 叫做OpenWeather Map的服務 它會告訴我現在哪個城市 天氣是怎麼樣 所以呼叫完以後 我就去更新View 所以有個Business Logic 坐在Presenter裡面 讓它去更新View 好 然後 好 下面 你可以看 就是這個 OpenWeather Map 這個API 呼叫完以後 它就會 成功以後 它就去View更新 好 那 看一下View 好 View的話 第一個是你要Escan 某些東西 不過主要是要implement 你剛才做好這個 這個Function 好 然後 過來它就會想辦法 好 所以你在那裡呼叫GetView 呼叫這個Unweather 它就會在這裡呼叫這個Weather 所以你的View跟 Presentation Business Logic 跟顯示就分開 所以我在這裡 處理顯示的事情 它拿到一個Data 它怎麼去顯示 在這個地方 OK 好 然後 這個 怎麼做Navigation Presenter它有一個Token 就是 你可以定義好這個Token 這是一個文字的Token 好 那 你只要再用 這個下面的Price Request 我們就可以在不同的GWTP的Presenter之間轉換 OK 好 所以這是做法這樣 好 看一下這個 好 所以先看一下這個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結果 好 所以它其實就是像這樣 然後 我就學那個React的範例 所以它是每五分鐘 它就會更新一個程式 更新一個程式這樣子 然後現在換成Berlin 然後 你也可以在這裡自己打 這樣子給它一些程式 好 是不是發生錯誤 好 然後就換成Tokyo跟台北 好 那大概這樣子 好 好 所以 我剛才講的Presenter 所以我做一個Module Weather Presenter 好 這個Presenter就是 它要繼承這個Presenter 這個東西以後 我覺得我主要就是定義了一個 這個EyeView 好 我有一個Function 然後 然後 在這個Presenter roll進來的時候 roll進來的時候 好 它會 我先去抓那個 那個 網址上有沒有這個Sickies 好 然後 如果 如果有的話 我就會用那個Sickies 好 不過它就會進入這個 FetchWeather FetchWeather 它就會呼叫這個 OpenMap API Service 就是 像我們剛才 上面一個範例講的 你呼叫有React Service 好 不過你把這些事情 放在Presenter 然後 OK以後 你呼叫GateView 的Unweather 好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看WeatherView 所以WeatherView 的Unweather 就是它收到這個GateHard以後 它怎麼呈現 就是這個事情 好 那 因為這個React範例它 就是 特別弄得漂漂亮亮 所以我也不想輸它 所以下面就看起來比較複雜 所以 因為你需要處理這些資料 設一些 像它 根據 溫度會改背景顏色 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就是 不過就是基本上這樣子 我就做這兩個 class 就是這個效果 好 沒有 其實很多東西寫了 剛剛沒跟你們講 不是 好 就是這個 好 就這樣 這個是Weather Demo 所以 好 好 所以 好 最後 其實我 就是準備這些Gamom 然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 用這個GWid 好 最後就是使用心格 第一個事情是 如果你真的 考慮用這個的話 我建議 先用行共版 你去看Android上的Inbox 或Google Plus 好 因為Mature Design 我覺得 大部分都是為了 就是 大部分大家都是為了 行共裝置 雖然它其實也是 想要給Web 給任何裝置都用 好 不過從行共裝置開始 好 然後 會比較 會容易很多 因為它 我覺得這個整個Mature概念 都是圍繞在行共裝置 所以 你可能也跟你的 PM講 或是跟你的 Designer講說 Mobile First Mobile First 不要想太過Mobile First 就是 只要Inbox可以作告 或是Google App可以作告 基本上你用這個 GWid Material 我覺得都還蠻有機會 可以作告類似的效果才對 好 然後 第二個是 Error 這個Error訊息 就是 如果你有東西寫錯 像我剛才寫錯 就是我用了 不該用的API 或怎麼樣 這個Error 這個Error 比起Gawa麻煩很多 是因為 如果是一個Exception 你在網頁上 你是可以看 你是可以開Console看 可是那個Console 我就不弄 不過那個Console 它的Scape Chase 會比較管 因為它是Compile後的結果 所以 你不太容易抓到 它實際上來錯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這開放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 想辦法盡量 不過我想說 開發狗一樣 你應該寫一點 測一點 不要一口氣做太多 好 接下來 基本上我用GWid 我主要做這個要 我做這個要 就是說像是 如果我想要 像我們剛才做這個 網頁 所以 它有上面放一個東西 左邊放一個 右邊放一個東西 我會用GWid 這個要 就是他們的位置 跟實際的Sky 它自己要裹尬什麼東西 我可能就會考慮用CSS 我個人沒有覺得 CSS有這麼好用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 就不知道要怎麼設 尤其是 設Layout的時候 不過 這是我的方法 所以 我覺得GWid 在最好 我覺得做原件式 做Layout這方面 通常會比較厲害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如果 沒什麼概念的話 也可以考慮像我這樣用 最後 你做出來的JavaScript 基本上 比較難隨便靠用 我舉個例 我之前想要做一個 我之前其實要做的JavaScript是 我希望可以在每個網頁 一個網頁的 某個地方 加個某個東西 就是 你可以放在 任何一個網站上 然後 它就會幫你 在網頁下面加個 什麼東西 這種東西就不適合這樣做 因為它雖然 很多 像是CSS Class 它會幫你重新 Compile 變成另外的結果 可是 它還是有些東西 它不會這樣做 基本上我覺得 JavaScript 根本上就很難做這個事 如果 用Reit 我覺得你也同樣做不夠 不過 基本上就是 JavaScript不是那麼 portable 你可能也要給那個 你hostking的HTML 長什麼樣要考慮 好 然後 另外我們有講的事情 怎麼跟JavaScript溝通 這個事情其實 我猜 認真用應該會用到 不過 所以可以參考下面的事情 然後 最後 其實可以跟PhoneGap結合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 來做手機App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這方面的資源 OK 好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 那 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Facebook上問我 或是預告我都可以問 那我建議在Facebook上問我 比較 我這個回答的時候 我可以想一下 比較好 那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